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管理通灵信箱,我是玛丽欧 我是阿雅 管理通灵信箱 就是我们每一集会在Google表单上面的收集大家对于职场工作人生的一些问题来回答 每周我们选一位来回答大家问题 没错 好,那我们这一次呢 男性 男性 上 宣吗?上 上也可以啊,通常就是 31到35岁 科技业 非主管职 对,然后他听同QA信箱听到通灵信箱 觉得每一集不管是观落音或者是通灵都非常有玛丽欧读到的观点 也对于目前的职业非常有帮助 为了不要有通灵感 他写的信件会比较长一些 希望不算通灵 好,那今天说我来念 我试试看 有玛丽欧代劳 会不会念得这样 大家是不是喜欢你的声音 大家觉得,哎呀,今天不在 好,目前在一间大型科技公司上班 是一位基层工程师 下面没有负担任何管理责任 但会在做案子的时候呢 与几个约聘的员工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并且决定他们工作方向和内容 现在主要遇到问题是这样子的 第一个,主管管理方式非常压榨 时常导致我们基本日常工时都在11到12个小时 举例来说,常常有不合理的时间安排 应该是一周的工作量却要求在三天内完成 但是他自己也时常加班加到非常的晚 并且以此为乐 第二个,主管时常对下面的人进行情绪勒索 还有PUA PUA什么我们等一下解释 举例来说,常常会在开会的时候提到 如果这个案子做得不好 你今年的绩效不会好哦 也常常在一对一的时候进行情绪勒索 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好 我都不知道你今年升迁会不会顺利呀 在开会的时候呢 也会针对目前已经有在处理 但进度不如他的预期 不过大家已经每天在加班的部分提到 如果这个部分不处理好 我也不知道你的案子的贡献度会不会被影响 为什么你念起来这么顺 我知道为什么你讲话之后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意思 因为真的还蛮有趣的 第三个 在先前案子进行的过程当中 会发现,偶尔会发现主管写的code 就是这个程式嘛 有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并且在与其他资深同事讨论正确性之后 发现他的逻辑的确有问题 但主管从未针对这件事情认错 反而坚持他的逻辑才是对的 我的逻辑才是逻辑 你的逻辑不是逻辑 也常常在案子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才提出非常多细节的问题 让大家在时间非常有限的时候呢 都压力倍增 比如说案子剩下一两周就要结案咯 但他常拿一些使用者可能非常无感的bug 来压工程师一定要改善 或者是在案子后期reviewcode 就是要在评估 在检视这个code的时候 非常严格 会希望大家突破万难都要进code 这等一下解释 因为长期的工时过场 组内员工有一些组员身体不好 主管对大家身体健康状况 表面上有表达关心 但在跟他玩玩的时候却针对个人身体状况 颇有为辞 表示这样身体有状况的主缘 会让他有不好安排之后的工作问题 好狠心喔 所以他有几个提问 想请问玛丽哦 好 这样主管的领导方式在台湾常见吗 还是 我们要先解释刚PUA跟code進code 你要先解释吗 还是先听他的问题 好那先解释 先讲完他的问题 然后可能在问题当中 我们再提到这些词的时候 我们再解释一下好了 好来 他有几个大问题 我们先把几个问题 边讲边解释 我先问第一个部分 他想问玛丽欧说 这样主管领导方式 在台湾常见吗 还是是我真的抗压性不足 导致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 又或者是 这样的薪水 就必须面对一定程度的压力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吗 嗯 是这样吗 我 先回答这常见吗 我觉得 嗯 刚刚提到几个情境都很可怕 总共有四个吧 尤其是最后一个说 哎呦你这样很难 安排 你知道常不常见 这个你永远不会知道答案的 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其他人 对啊 因为每个 每个 那常听到 就是有这样主管 我可以 我只能跟你讲说 有这样类型的主管 然后 这种类型的主管 我真的不能说他常不常见 因为他其实跟 跟你的生活经验有关 没有 他其实跟企业文化 还有跟 他的主管的 评断方式有关 那你的身边 有听过这样主管风格的人吗 就有点周遭 有啊有啊 还是有啦 还是有 这么狠心 但是你知道 他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 刚刚讲 情绪勒索或PUA 就是他不是一个 当面指责 PUA比较是当面指责 然后 情绪勒索比较像说 哦你 你都怎么样 这样子 你如果这样搞我 两个差别 两个有点差别 情绪勒索比较像是 嗯 用一件事情 请勒你 比如说 没有就是我 就是拿我 比如说 哦我们 你看这个 我加班很累啊 然后我为你们做这么多啊 哦这是情勒 这是情勒 这比较明确 他这个讲法比较是 后来讲PUA PUA是 呃 扁钉对方 我理解的PUA是这样 PUA其实是有点复杂 前几天还刚跟人家 刚跟我女朋友解释这件事情 你说解释PUA吗 PUA有点复杂 PUA有一个历史渊源在啦 PUA是 男生就是要追女生的一个手法 那你知道PUA的代表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它简而言之 就是我的意见 不是不是 我问你PUA这三个字代表什么意思 我还真不知道 对好 所以PUA其实是 Pick up artist Pick up是 什么搭讪 搭讪 艺术家 对对对 那早期在台湾 2000年前后 2045年的时候 出这个 这个翻译本 叫我们 把妹达人 那其实它里面有一个 做法 就是透过 负面 就透过否定的方式 去贬低 你想要追求的 一个人 就举例来讲 他会讲那种说 要不是我在这边 你根本就不会有任何人 想要跟你在一起 之类的 这种都是PUA 应该说 它其实是PUA里面的一个技术 对对 但后来变成是PUA 直接代称这几件事情 它有点 透过贬低你的方式 让你觉得 我的存在 你需要它 对 你的存在很重要 所以它是说 它比如说 它可能会做一种 就是说 你 你就是 它可能会 它甚至还会透过别人来否定你 它可能会透过说 问你的别人的朋友说 哦 他讲话都是这么大声吗 或者说 他笑起来就是那样 肆无忌惮 之类的 这种方法 好可怕 让你觉得自己一文不值 对对对 所以 先让大家理解说 我还是大家都知道PUA是什么 我多此一举 部分人可能不清楚 这个其实在 另外一个心理学上面 比较会讲的 名词叫 那个煤气灯操控 好专业 煤气灯超重 煤气灯 好不重要 反正总之 如果你懂PUA是什么就好了 就是刚讲这些东西 都属于PUA的一部分 那所以 如果我们用PUA来代表 这个整个行为的话 基本上就是 你刚刚讲的 就是用 扁低的方式 用负面的方式 压着你 让你觉得自己 好像一无是处 一定要照着它的方式做 所以他就会说 如果这个案子做不好 你今年会不好 但其实这某种像是威胁 其实没什么 对啊 这个比较像威胁 然后这个案子处理不好 我不知道你这个案子的 贡献度会 我其实觉得这也是威胁 真正的PUA 其实不是这样 真正PUA 会做的事情 是更恐怖的 他会直接用 很负面的方式 去指责你 就是说 你这个东西都不会 你到底在干嘛 所以他可能主管 比较像情勒 我觉得他主管 比较像是 微微暗示的 威胁 哦 对 因为真正 真正 你做不好 今年绩效不会好哦 我听 对啊 这是很明确啊 我听过 对我听过的 我听过的负面 就是说 比如说你 你今天交给我一份报告 然后我直接跟你讲说 你这个东西 花了五个小时 才写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我到底请你干嘛 这东西真的是很烂 我随便找一个人写 都可以写比你好 然后接下来他会安抚你 他会说 其实你真的没有这么糟糕 今天你可能只是 哪些哪些都漏掉了 所以今天呢 我跟你讲 你就是改这些地方 其实你只要保留后段就好了 你改完之后 再回来找我 再跟你讲 然后你改完之后 回来之后 他会再很 无奈 会再跟你讲说 我是跟你讲了嘛 你就改这东西就好了 然后你为什么要 他就是透过不断的否定 透过羞辱你 然后让你觉得说 你真的很糟糕 所以他是为我好 哦 为我好 对 但他又同步的否定你 对 好 这个才是 比较严重的 PVA方式 我们这集不是在解释 PVA在干嘛 对 我们是主管 他为什么要用 威胁的方式 压榨的方式 他其实是 比较偏威胁 比较偏压的方式 他这个是可以看成宣 他真的是抗压性不足 不是 我应该说 我觉得这是沟通的问题 我还是觉得这是沟通的问题 又要回到沟通 当然啦 always沟通的问题 可是这个 这样这个主管 应该是很难沟通吧 他都直接跟你说 我们先讲压榨 这件事情好了 他的 基本市场工作时间 在 11到12个小时 那不辞理的时间安排 但是问题 真正的问题就是 他后面讲的嘛 他自己 加班到非常晚 似乎已加班回来 对啊 所以 真正的问题是 他自己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啊 主管觉得 高工时是正常 对啊 他觉得你做到这样的时间 他觉得你 每天工作12个小时 或者说 我随时找一些东西 你要做 这些东西 对他来讲 不是一个问题嘛 所以他不是一个 抗压性的问题 这是一个 你们对于工作时间 或者是对于工作的理解 是不一致的 那 这样子的领导方式 我现在不讲PUA哦 我现在讲的是这样子 对于工作时间 不一致的领导方式 是不是 常见 呃 我觉得可能 算是 容易常见 原因是因为 你们没有沟通清楚 因为 如果说 合理的 就假设今天 以劳基法规定 就是8个小时的一个工作时间 中间要有休息 那 你们都认同这样子的话 那超过的 他就是一个 加班 的规范 那如果 今天没有 你们没有 你们没有意识到 或是你们也没有讲这件事情 那大家都是彼此用默契来 来面对的话 那就要搞清楚你们之间的理解到底 一不一致 嗯 如果一致的话 那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什么抗压性不足的问题 而比较像是说 今天你在工作 在这间公司工作12个小时 你会不会觉得是一个 不合理的 他说他很多东西都不合理啊 因为有举那个啊 案子到尾声才会提出很多细节 没有 先不管 光公司这件事情 先回答到压榨这件事情 因为还是回到压榨这件事情 他是不是一个看他心 或是压榨这件事情 因为他核心的理解就是说 他对于工作要到11 12个小时 是不喜欢的嘛 对啊 那所以我就说今天我自己的情况 是没有这个 我自己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况 因为对我来说 我没有特别觉得 工作到11 12个小时 是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而且他是说 一周工作量三天要完成 我觉得压榨是在这个部分 没有这也是 不一定是压榨到这个 我看一下 一周工作量三天完成 然后很多的都是要结案的时候 才提出很细的问题 他其实你用数字来看就知道嘛 40个小时 然后你就把它分在三天 那就是 就一天13个小时工作时间了 就你本来一周工作量40个小时 然后你要在三天内完成 你一天就是工作13个小时啊 所以就是 11到12多 这样子 对 对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就不要管 他是不是一周在三天内完成啦 他就是 每天要工作到12个小时 到13个小时之类就对了 那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 他可以是个问题 他可能是个问题 那重点是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你如果认知它是一个问题的话 那你就应该去沟通说 对这是一个问题 至少跟主管说 对不起 我就是 对不起啊 你就说 我没有办法做到12个小时 因为他主管以此为乐 不用对不起啊 你就是说 我觉得 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样工作时间 是有问题的 就我不觉得这工作时间是合理的 那他是不是就会说 如果你连这个高工时 你都撑不住 我不知道你今年绩效会不会好 我 没关系啊 你可以开除我啊 不能这样说吧 我第一次说说 你要 学不能 对你要 你要理解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今天 它本来就是 一直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就是所有的工作沟通 它都是一个互动过程 互动 最重要就是理解彼此之间的想法是什么 当然 就这个定义 就你们今天对于工作的定义 对工作好或不好的定义是什么 你要理解这件事情 所以当他问说 你这个做不好 我不知道你今天的事情会不会顺利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 什么叫做做不好 你期待我做好的东西是什么 那今天大家都有进度的时候 你说这个部分没处理好 我不知道你的工作贡献度会不会影响 所以问题要分成两个 第一个是 是工作的贡献内容的问题 还是时间的问题 如果说今天纯粹就是 我只要加班 我就可以把事情做完的话 那这个不叫内容的问题 这个叫时间分配的问题 嗯 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 对时间管理的问题 对就是它今天分配 我只要做完嘛 它今天分配的工作给你 是你只要有足够的时间 你就可以做好的 做好的 那这个不叫做 我今天做不好 绩效不好 或是我今天做不好 升迁不好 这个叫做 你希望我在一个 不合理的时间内做完 才叫做好 如果今天 你给我一定足够的时间 我是可以做好的 嗯 那这个就 这个不叫做不好 这个叫时间沟通的问题 对 好 那如果是把它缩限到 集中在说时间沟通的问题的话 那问题就在于说 如果说今天一个案子 或是一个程式 八个小时写完 到底是不是合理的 或者说五个小时写完 是不是才是合理的 这个就是你工作能力的问题了 嗯 OK好 所以 一样用 你可能可以不要理解 就是说 我今天 在做一个影片的剪接或后置的时候 那五分钟东西 我要做到三天 这个是一个 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事情 嗯 但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东西 我们要做到三个小时 它是不是合理的 有人可以在一个小时做完 他是不是 他太强了 还是他用了什么其他的方法 去做这件事情 嗯 OK 所以 如果说用技术 技术 我们常讲说技术问题 技术解 如果技术问题是 在三天 我要做完 我觉得本来五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我主管要求我 三天就要做完 五天要做的事情 那问题是在于说 他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哦 主管本身能不能以身作则 你是不是 也不是以身作则 而是说 是不是真的有方法 我搞错了 或者说 我们今天彼此之间 理解的一些问题 有问题 嗯 说我 你今天要求我 做出来的东西 只要做到一个 比如说八十分 然后我自己想的是 哦 没有我们要做到九十五 哦 质量问题 然后结果 你跟我讲 我就跟你讲说 没有 我其实真的没有要你做到九十五 我们今天做到八十 我们要先处理这件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 哦 但今天你偏偏就是要做到九十五 于是我觉得 你三天就可以做完的东西 你就说 没有啊 这明明就是要五天才可以做完 所以我还要去厘清 因为我主管说你做的不好 到底是我时间内没交出来不好 还是 我到底是这个中西的质量做的不好 不是 我要你去理解的是 你要跟你的主管谈论的东西是 如果说今天 我看啦 我看起来 他的主管 我其实刚刚没有讲 但我要讲的是 我觉得他主管是有一些 沟通上的问题的 是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他的主管有沟通上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明确定义说 他是不是真的有这些问题 确认这件事情 因为现在描述上看起来是有 但实际上是不是 我不是很确定 所以要怎么去定义 去搞清楚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到底时间上来讲 是不是真的是 呃 我们只是认知问题 还是真的 我们已经拼尽全力 然后我们合理的能力 就是三天 五天做完 但是你要我们三天做完 就是就是加班 就是基本上大家都 不管是谁来做都一样 我觉得综合他那个 讲到说 他会让大家在非常有限的 情况来赶工 我觉得是主管 等问题多一点 有可能 有可能 那所以 那这个最后 呃 如果你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 就变成是说 如果你今天都确定了 哦 的确主管他 想法就是这个样子 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样子 那就会回到他刚刚问的 是不是 看他心不足 或是不适合这个工作 或者是说 他是不是就是 呃 这种薪水 就是压力这么大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你的看法性没有不足 而是你要问 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又回到之前管理性上 每一个 每一个问题 其实都一样啊 都要回到自己的定位 对 你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你今天觉得在 这样子的工作环境之下 你觉得是喜欢 是开心的 或者说你觉得 哎 这个待遇来讲 然后我做这些事情 你觉得是 OK的 那你就继续做 如果你觉得这个公司 可以带给你这样子的 的未来 现阶段期待的目标 有没有达到 对 那就OK嘛 然后当然 今天他毕竟是一个大的科技公司 刚刚讲大型科技公司 嗯 所以他会有一些 改变的可能 就是你还是可以转调 在内部啦 哦哦 内部 对对对 那的确有可能是这个主管问题 而不是这个公司企业文化的问题 哦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其实 他是可以有一些 呃 你可以去想说沟通清楚之后 然后你可能可以 以如果一个有制度来讲的话 你是可能可以提出来说 呃 你想要轮调 或你想要去别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去 在这个情况之下去测试 到底是公司就是这个样子 哦 还是说 其实是这个人的问题 还是是我主管的问题 对是这个人的问题 或者是说 你今天坐呃 40个小时 或者48个小时 你说48个小时 其实你愿意 啊只是你觉得 你不想要跟他一起坐 这也是一种可能 有可能 OK 好 好 那这个问题比较多啦 就是今天这个Sean 他提了后面 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一集 再跟大家分享 Sean的一些其他的问题 那或许可以带给他 大家更多的 其他的收获 下一集我们会再来讨论 Sean的其他问题 好的 好 那这一集的管理通灵信箱 我们先到这里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是你听了这一集之后 你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你可以跟我们分享 或者是Sean 你听到现在的时候 你觉得 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 我想要再不问的话 也欢迎你再写信 写这个表单告诉我们 对 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